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月18日 安徽陆安静安区 辉润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厂房发生爆炸火灾 视频显示 起火点浓烟滚滚 夜空被大火照得通红 不时发出爆炸声 数公里外看到火势凶猛 腾起蘑菇云 网友 4点左右就听到爆炸声 以为打雷呢 也有网友称是一家气体厂 当局宣称一人失联正搜寻中 由于中共一直掩盖真相 真实伤亡情况不明 公开资料显示 这个工厂经营工业用香精香料研发 生产 销售 Quick 火灾 Yum 我这买了这个虎仕好火继 我再买了这个虎 tlar no 好庄哦 你 Bugou 你看 gemeins当然了 兄弟们,那个闲城这边着火了 这多少人 重庆商业大楼烧成一条火龙 3月17日上午11点左右 重庆南岸区核心商圈的南平商业大楼突发火灾 大火从商业大楼的中部烧起 向上下迅猛蔓延 很快烧成一条火龙 浓烟弥漫 外墙砖因火势制烤而纷纷掉落 视频显示 火灾发生后有居民家烧的满目疮痍 火灾那个 voz的忧德 火灾速回来 火灾速回来 火灾科 火灾速回来 火灾速回来 云南也烧起来了 林苍山火失控 三人身亡 3月16日下午6点左右 云南林苍市林祥区突发森林大火 官方宣称 制午夜 明火全部扑灭 三名基层干部被大火吞噬 遇险身亡 陆媒称 他们在组织村民救火的过程中 由于风向的变化 火势走向突然发生变化 但17日 山火突然复燃 目前山火已经失控 官方未公布更多详情 近日 一名女子贵窟开封包公祠的视频 火遍全网此后 来这里哭诉喊冤的人络绎不绝 13日 有三位女子在祠堂内举牌磕头 气不成声 3月16日 开封包公祠景区 以施工维修为名关闭 网友说 包公祠被哭关门了 包公祠也被委婉了 中国是一个连哭都被打压的社会 一位给民众公司不成功的 是一个连哭的社会 你们在宣众里面领兴 都是一个兴趣的 想法的小型参加 又是一位特别人 禅人领兰 家人领兰